在自己国家的这个奥运会挥舞曲奇 可以说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 对我来说 就是我这十年的一些辛苦 这些付出吧 终于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认可 镜头中这位清秀的小伙 是北京冬奥会中国香港短道速滑运动员朱定文 他在冬奥开幕式上担任骑手 被网友直呼好帅 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也令人印象深刻 近日中新网大湾区频道湾区青年说 邀请到朱定文和中国香港短道速滑队总教练孙丹丹 共化冬奥那些事 2月11号在北京冬奥会男子短道速滑500米欲赛中 朱定文最终名列小组第三无缘晋级 朱定文表示虽然遗憾 但是能和五大竞等优秀选手同场竞技 令人难忘 有点可惜 因为我在 跟荷兰的选手踢上刀 然后踢上刀之后呢 就在第一个弯道的时候卡到了一下 然后在接下来的那几个弯道 也就是好像踩不了兵 反而有点突破 那虽然 还是很遗憾 但是感觉还是非常荣幸 因为能够跟五大竞 还有就是世界前十名的选手 去站在同一个起跑线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 一个 回忆吧 回忆此次冬奥的备赛过程 朱定文说 作为唯一没有国际标准短道速滑训练场地 并且能上冬奥会的队伍 缺不了团队中每个人的贡献 我们是唯一没有这个国际标准的场地的 能够上奥运会的一个队伍 那其实我们整个团队能够拿到这个奥运门票 这个就算是一个胜利 其实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 包括所有运动员 我们的支援团队 教练员 器材师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如今中国奥运健儿在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上屡创佳季 朱定文表示 希望中国香港体育和内地体育在未来有更多交流 其实对于我来说 对于一个冰水运动员来说 我们如果无法使用内地的 一些训练资源和这个训练条件 我们这个香港短道司法队伍 就是无法再提升水平 那就是还是非常感谢 感恩 就是 吉林省和就是好多 好多内地一些体育机构吧 给我们的帮助 希望内地的一些机构吧 和香港的一些机构 可以多相互的交流 希望多一点的香港运动员和内地的运动员也可以多交流 近年来 中国冰雪运动加快了南展西阔东进步伐 孙丹丹表示 未来在大湾区的协同发展下 一定能发掘出更多冰雪人才 这一次冬奥会 中国香港有三名运动员 站在了冬奥会的赛场上 包括我们广东也有几位运动员 可以参加我们冬奥会的比赛项目 其实这都是北冰南展的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我们一直在提上说 为什么让这个冰雪运动 可以在大湾区越发展越广泛 其实更多人参与之后 我们可以增加我们湾区内的一些赛事 这样可以促进两地的冰雪运动的 这样的发展和提高 我们一定会在这样的发展过程当中 发现真正的冰雪的这样的人才